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就在整个全球的金融市场以及能源市场 也就是说金融的整体层面出现了历史性的大波动 今天早上我听说油价又下去了 咱也搞不懂了 说油价是因为俄罗斯跟沙特阿拉伯之间发生了很大的冲突 沙特阿拉伯的王储不干了 就是日增加产量 那就是他要故意要把石油价格顶下去 那顶下石油价格就会 因为现在的俄罗斯呢完全靠石油出口 但是有另外一个早在2013年是2016年 习近平跟俄罗斯签署了一个十年的合约 大概平均一统价格103块 1010年给了人家几百亿的一个三分之一的预付金 所以有中国保着呢 俄罗斯不怕 普京现在刚刚修完宪法 他可以做总统做到死 邪了门了 就这个世界上呢 我们看到这些大国呢 看到正常的人不多 在我眼睛里 一个男人用尽所有的手法 来表现自己的权利 一定要成为这个国家权利者 我个人眼睛里就是个笑话 真的 那个笑话就是咱说的 我也找不着别词 就是李莲英娶四方老婆 来显示自己的伟案 在我眼睛里就是这个 为什么呢 因为他根本逃不出人的欲望 他就是欲望中的一种极端的表现 仅此而已 也就是那个人 他越在人中显现着自己的伟大 其实在生命中就显现他自己的渺小 很多人看不懂这个含义 看不懂这个含义的意思就是说 他生活在肉上 而肉欲的一切 在这种就是众目睽睽之下 去讲究自己的那种占有 放弃是人的尊严 放弃是人的德行 放弃是一个人真正人性的光归 这是在任何的历史上 中外的作品中 所有人都认可 人的生命自然展现 都可以表现出这一氛围 对不对 那习近平到武汉出访 大概前后不到12个小时 那有人列出来五条 说这五条他都是假的 怎么说都有 但是我昨天确实 我们在推特上看到了一个视频 我们在其他接风中也用了 俩女的在那说话 这个习近平那个车到了 然后那女就问 哎 嚷吗 别嚷 你再等会儿 嚷吗 你再等会儿 习近平下车 习近平是前后第三个下车的 前面两个是保安了 哎 出来了 出来了 你听那视频里头 出来出来 快喊 习主席好 武汉加油 中国加油 习主席好 这习近平往前走两步 冲着这个拍视频 这个 绕着这个 大家好 他怎么说话是娘娘嗓 我没想到他说话是娘娘嗓 跟原来声音有点不太一样 哎 这就对上话了 那最后面那女的就都在视频里 那女的说 哎呀 这是我第一次跟习主席这么近 我太伟大了 我太高兴 那啥意思 什么叫第一次我跟习主席这么近 因为习近平在下面 他在上面 他装的是住户 他在楼上 那个位置大概拍摄的角度 能看的是在二层楼上 全是假的 也就说 习近平到任何地方出访 他带了一批群众演员 到广东视察 在北京视察 到哪视察 到武汉视察 还是这帮人 也就说 你习近平到了这个 北京的北三环 到那当时视察的时候 就这几个女人 今天到武汉 还是这几个女人 他斜了门了 他身边都是女的 孙春兰 女的总指挥 对不对 三妻婆 女的 没问题 那个外交部发言人 女的出事了 谁让他发推文来的 给妈去了 出来一个男的 那个 在武汉 这个医生 总指挥 是少将 还是女的 叫陈什么 陈平是什么 在P4的病毒实验室 我早跟大家讲了 他生命有缺陷 他生理有缺陷 才出现这种事情 他为什么女的 他不信男的 一个男的 他都不信 在女人面前 他有优越感 所以我说跟李莲英一样 你没办法 这个东西你治不好的 那个视频 拍视频的人 自己没有任何意识 竟然他自己拍的 给放到网上了 哪是哪样的 就最后那句话 就点睛了 哎呀 这是我第一次 跟习主席这么近 那前头几次 没有那么近 没草根前 所以这就是今天 我们看到的武汉 一切都是假的 但呢 习近平自己知道是假的 他既知道是假的 演戏的人也知道假的 但是当到了 那个氛围中的时候 他们都把它当成是真的 所以在新闻联播里面 二十 三十分钟的新闻联播 播了他到武汉区 大概是前面六 二十三分钟 前面六分钟的新华社的通稿 后面十七分钟的 他在现场的故事 那这就成为了故事了 网上有篇报道 文章题目这么说 这台湾的自由时报 视察武汉保命为先 习近平带了美国造的N95 人家有特权 这就是个笑话 所以他在做事情的时候 习近平做事情也蛮实惠的 也蛮实在 中国卡住了所有口罩本身的 这个原材料 所以你看韩国缺口罩 对不对 人台湾人明白 WHO不让我进去 小样子我还一脚给你踹出去 我自个儿干了 现在全世界学台湾 所以拒绝中共 拒绝WHO的就是生路 纽约时报 首次视察武汉意味着什么 他要营造自己是救赎人类使命的 所以人类命运共同体 他到处去签这个东西 是什么东西 没人解释过 对吧 你只能叫 如果经济层面 叫全球一体化 人类命运共同体 那你就得在人类环境中 得选择一个 管人类的呀 联合国有个秘书长 对不对 主席轮流当 世界卫生组织 也有个总干事 也叫秘书长 那主席也是轮流当 谁也不敢终身做主席 那人类命运共同体 他自己要终身做主席 敢做人类的主席 那不就是什么 你想吧 而这句话 他本来要去出访日本的书 要放在中日的第五个政治文件中 如果川普要跟他签中美联合声明的话 川普不签了 如果签的话 他也要把这句话放在里头 他是神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人 那不就是什么 所以支持他 在我眼睛里 真正遭到神的瘟疫的打击的 你可以看到 很明确的东西 因为没人知道那是什么东西 你知道吗 对不对 谁知道 那东西管屁用 管饭吃吗 很多大陆人很实在 管饭吃吗 他管用 对不对 所以一起装傻 一取装怂 但都是真的 这事你就 这事你就包办了 所以在欧洲跟美国出现衰败 出现不得不面对疫情的背景之下 在习大就视察了武汉 我刚才看到的消息说 武汉已经要求复工了 湖北要求武汉复工了 首次来这座城市 来证明他的政府正在遏制一场 伤害他在国内外形象的危机 伤害 他没有伤害他 这个危机本身并没有伤害他 他自己在伤害自己 对吧 北京话那副狗怂样 他自己干的 这事都是他自己干的 亲自领导 亲自部署 那都不是正常人说的话 但他可以说出来 大家要明白这道理 那不是正常人说的话 但他可以说出来 对不对 就像那个女人 我们有这段视频 就像那个女人 喊嘛 喊嘛 喊主席好 武汉这个加油 他可以做的跟真的一样 而且他觉得很欣赏 为什么不呢 就说在中国的社会中 一切假的 全是真的 而且人们做的很合情合理 他挣钱 他很高兴跟习主席很近 这次 他邪了门了 戴着蓝色口罩的习近平就差 宣告胜利了 显然他是为了传递一个强有力的信号 疫情在其他国家爆发的时候 他已经战胜了瘟疫 包括武汉周边的一些城市 宣布放松对几百万人 令人焦虑的限制 就是那后面他就讲了一大堆了 我个人觉得意义不大 意义的本身就是他来到武汉 然后呢 武汉宣布复工 他战胜了疫情 瘟疫 历史上的过程 中国外国都是一样 只有瘟疫 放弃了 就是离开了人 没有人战胜瘟疫 明年他还来 不就这事吗 但人贪婪 人无知 人说我战胜了他 所以这块肉把人变得极其的愚蠢 极其的愚蠢和贪婪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